公共电视《我的婆婆怎么那么可爱》 口述影像版第十四集 前行提要 彩香被秉爱安排到阿信和小欧的公寓住 彩香发现了阿信特别为她准备的马克杯 让她又想起失去阿信的伤痛 彩香在路上遇到来找她的一哥 彩香不想回阿信的家 一哥带她去住杯包客栈 在客栈里遇到许多外国来的年轻人 让彩香体会到不同的文化和价值观 一哥跟彩香去做健康检查 还买了很多衣服给彩香当礼物 秉爱和秉仁误会彩香和一哥交往 彩香对这些孩子彻底失望 索性回台南住 咖啡厅来了一个和阿信长得很像的客人 小欧受到很大的冲击 no fight 火花 火花 火 火 火火 火花 火火 火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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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陣 小子 浪梅 浪梅 客气 隔壁 黑了 黑流 黎甲 黎甲 肚知汪迹 黎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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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婚倒定 倒得真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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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滑 穿天气壁 卡 不然买 晚上真好斋 菜脯准备好了 炭烤炭烤 发贵把菜搬上餐桌 吃香 我很熟悉你的菜脯准备 快吃 彩香看着发贵为他煮了一桌子的菜 觉得感慨 迟迟没有动筷子 大卫人 怎么没吃 是不是台北的餐厅 他在吃关系 台北的山顶海 山顶海 还有什么主意都有 大阿充兄 跟家孙娃娃娃做过后 大阿充兄 每天吃凌猪 蚝椒 很浪漿 大阿充兄 我头一回打公公 做路主干的 大阿充兄 哎呀 大家在捏 你做事吧 这款富贵 你这公子天 应该都没人要相信 彩香回忆着 在台北的日子 和他形容得完全不同 彩香沉默了下来 发贵故意不戳破 他们都很友好 是我不好意思 不要想要跟他们乱开心 不要想要跟他们跳麻烦 如果我们吃过档来 如果有人问你 你都这样说 我都把他寄下来 发贵笑容灿烂地看着彩香 发贵夹了菜 放到彩香碗里 发贵惭愧地不敢看彩香 彩香沉默 我对不起你 我也对不起 真好吃 丢到垃圾了 垃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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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把全都回来 不就好了 不是叫你 把他垃圾写出去 都没人来问 叫你过早 没有啦 我怎么会跟他说 我每天晚上的老老闆家 都会回来顺点 发贵低着头等着被骂 彩香严肃地看着发贵 虽然有点生气 但想想也觉得很好笑 晚上咖啡厅 小欧盯着那位 长得很像阿信的客人 微笑上扬 刚好四十五度角 符合 黑眼珠直径1.8公分 符合 鼻梁再宽一点 相似度98% 扣掉的两% 是那两撇刺眼的胡子 客人疑惑地看着小欧 你可以替胡子吗 啊 啊 不好意思 我只是觉得你把胡子 剃掉会更好看 客人摸摸嘴上的八字胡 你 这啊 这不行啊 这个老年 这是我母亲之前 最爱的就是我的嘴角 他是一个艺术家 最幸福的画家就是达力 画面左边对照达力 同样撬胡子的照片 你太太的照啊 嗯 嗯 他摸摸的时候 新冠冬最初的就是他的故乡 他一直说 如果有一天我们好起来 他一定会回来环岛 但是到他离开那天 我没有这个机会 我这次回来 就是要帮他完成你的恩望 我没有很年轻的时候就离开了 还有这些事情都还要做 我先生也是 小欧拉开椅子 在客人的对面坐下来 令安 令安今 今是 就少年就早啊 客人露出感同身受的微笑 新冠军也变得很困难耶 对吧 还好啦 就是变笨而已 常常会做一些唇事 欢迎光临 小姐几位 两位 阿信过世后 小欧到餐厅吃饭 一位 在家门口 阿信和小欧同款式的白布鞋 还摆在一起 小欧出门时 发现一只脚套进阿信的鞋子里 才又收回脚 换上自己的鞋子 又有一次 小欧在家里吃面 失神的她连同手机充电线 一起吃进嘴里 才赶紧把充电线拉出来 我也是耶 有一次我去开花时 客户就跟我哪说的哪唱 我在想我到底是发生什么事 结果我还知道 我把我母的香水当作糊后水擦 我到现在还会传讯息到她的手机 再用她的手机回讯息给我 这我买耶 这太蠢了 哦 真贺摘发桂跟彩香在吃饭 大姐 阿姨我有在想 我们刚才买拼的外 是不是可以买香了 这些大姐有很多客户的生活时 都会经过我们很好吃啊 像那些鸡香啦 鹼香啦 她都很爱吃啊 老师娘 你如果同意 我就随便会给她做完 你让佣公那做 我这饭要批下去 我太想要丢掉了 我等会吃 一哥回到珍贺摘 哈喽 一哥笑容灿烂走向彩香 我回来啊 一哥 我本来要跟他来做一吃饭的呢 一哥拿着一张纸条给彩香看 这是彩香不告而别 在客栈留下的纸条 一哥坐到彩香旁边 一哥盯着彩香看 我也不记得怎么回事 是说 你的抱歉是什么意思 我们两个 就是什么事情都到家为止 哈 但是我们人情不是好洗好洗 你听 你女儿现在没在这里 你不用这两个惊 一哥 说真的 我们人的情商什么事情都没合适了 发贵 嗯 你稍微撒一下 我有个买给你老板扭过 发贵放下碗筷 哦 他观察彩香没有反对 并快步离开 这些都没人了 真的就不用拍摄 我把我们买的东西都带回来 一哥拿起一个购物袋 一哥拿起一个购物袋 一哥没的里头比较大 这顿袋让你购物得好 彩香推开帽子 这条银子真漂亮 让你干 我买了 不然你会想的你说 我都带回来 我都什么都买了 这是什么意思 我带姻了 一个人外交带 你会走 彩香自顾自地咬了菜 放进碗里 低头不断地爬饭 把嘴塞得满满的 不想再说 一哥身受打击地看着彩香 眉头紧皱激动地大口喘气 咖啡厅客人和小欧继续聊天 两人一口同声地说完 有默契地对看了一眼 微笑着 客人赶伤得低下头 客人和小欧 都陷入对自己伴侣的思念中 有一个拥抱 就可以了 大美和Brian 躲在咖啡厅外面偷看 大美要Brian保持安静 店里小欧站起来 把手臂大大张开 对客人微笑 表达出邀请之意 客人明白她的意思 也站了起来 把手臂张开 两个人互相拥抱 大美在外面看到这一幕 眼泪都流下来了 她擦擦眼泪 为小欧感到开心 店里客人跟小欧 都沉浸在这个 拥抱带来的安慰中 晚上蒸喝斋 彩香躺在床上 虽然盖好棉被 早就准备就寝了 但是她的眼睛 一直盯着天花板 怎么也没办法睡着 她眨眨眼睛 看向旁边 不知怎么的 就是没有睡意 彩香往左翻身 侧躺 试着入睡 咖啡厅里 小欧睡在沙发床上 同样也睡不着 她往右翻身 侧躺 试着入睡 珍贺斋 睡不着的彩香 走到二楼的客厅 坐在她常坐的扶手椅 眼前的矮桌上 有好几个纸袋 整齐地排列着 都是一哥送给她的衣服 彩香的表情 从不知如何是好 渐渐转为柔和 想起这些日子 一哥的照顾 彩香的眼神 看向前面的佛桌 上面摆着苏家的牌位 彩香心里很清楚 她是不会改嫁的 彩香拿起七毛胆子 在店面对着层架上的饼盒 轻轻扫动 她看着这一间 守了大半辈子的店面 心里有许多的感触 只是在先生和孩子都离开后 自己真的累了 早上珍贺斋的厨房 发柜绑好头巾 各位兄弟 开工厂 彩香拎着一哥送的衣物 到菜水厂分送给邻居 你好 老板你好 你不是跟小孩一起长大 我来这儿就回来 我来这儿感受到 谢谢 是早上没关系 还是跟媳妇没关系 这送你啦 你好 谢谢 来啦 这给你啦 我也有 谢谢 这给你 这样吗 对 感谢了 谢谢 你怎么知道我说 我带你这种的 哎呦 你母亲才好亲 这一定好看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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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乖乖让我受罪了 我自己一个人赢了 大家一定倒销啦 倒销 好 谢谢 曾贺斋 发柜把饼送进烤箱 关上门 转动旋钮 却发现烤箱没有启动 他打开烤箱门 伸手进去感觉温度 却一点也不热 我摔心地了 发柜跑到二楼 老板娘 边楼又烧大了 奇怪 我才挂到老头去烧个香 怎么说这样 是不是要给人来收你 却贵啊 边上我老子做人的派 我老子做人的派 已经烧了 彩香悠悠地扇着扇子 白天咖啡厅 小欧戴着耳机睡觉 睁开眼睛 发现大美站在他面前 前一天晚上 咖啡厅打烊之后 长得像阿兴的客人在拖地 不好意思 还麻烦你帮我一起收店 不会啦 你饭店这么近 我陪你走一段 客人站在门口等小欧 好了 好了 你明天如果有空来 我再拿阿兴的花车给你看 小欧点头表示理解 两人看着彼此微笑 不需要言语 他们都懂得彼此的心意 客人给小欧一个拥抱 小欧靠在客人的怀里 好像被阿兴抱着 觉得被疗愈了 我也没有跟你说过 你很像一个人 是这样 小欧摇摇头没有说话 这时抱着小欧的人 已经变成 戴着黑框眼镜的阿兴 阿兴的下巴 靠着小欧的头 闭上眼睛 双手紧紧抱住小欧 小欧忍不住掉下眼泪 思念阿兴的情绪溃体 此时抱着小欧的人 又变回客人 客人说 以后别闪了 聪明一点 小欧的眼泪不停往下掉 客人依旧温暖地 把小欧抱在怀里 回到先前 小欧被大美吓醒之后 小欧收起耳机 微笑着回想 昨晚和客人的相处 大美跑过来 我会知道她的深度 细节 她姓姜 我都叫她胡须讲 那我们有共同的话题 那我们感受彼此的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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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美拍拍小欧的肩膀后走开 小欧松了一口气 大美又回头 大美比了八字糊的手势 白天征客斋 来啦 彩香帮发贵倒了一杯高粱 也帮自己倒了一杯 两个人一起吃饭 好贵啊 这几年 如果不少你 最好吃 不可能倒到现在 来 这杯我代表老板近日 两人碰杯之后 各自喝了一口酒 哎 啊 啊 我来这一口 我给你了 谢谢啊 你这个 谢谢啊 谢谢啊 老板 我会怕你都是你老头给我 你不要这么说了 我给他 发贵一饮而尽 举高空的酒杯对彩香致密 接着 一脸期待地看着彩香 彩香惊喜地看着发贵 居然看穿他的心思 彩香犹豫着该怎么开口 接着环顾整个珍贺斋的店面 最后 他伸手从柜台后面的墙上 拿下一张泛黄的小纸条 你说这张啦 在这儿竟然丁林太太在的 这张泛黄的小纸条 现在他人也没带 这张泛黄的小纸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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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着他这样 狗狗成功 我很放心 所以我也是有自己的姿势 实在是 啊 酒派说出嘴 我认为你们也有优秀 如是应该要定位 我没有定位 旁边就失去 我没收 意思就是 啊 你想要跟一哥做会 后面四人对吗 彩香惊讶地看着发贵 哈哈哈哈 我优秀了啦 哈哈哈哈 虽然说老头鸡都要文静啦 不过说到是有的 你若是能跟一哥做会 我 我很欢迎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都是我有自己的打算 哦 所以这点 我不要走啊 发贵愣住了 不知该如何接话 彩香看着发贵失望的表情 皱着眉头觉得很难过 啊 让你等很久 让你等着这句话 我也觉得很抱歉 啊 老闆娘 你不要这样啦 不用跟我说抱歉啦 老闆说你是因为 这个原因 你太想要把情侣收起来 这样没关系 这样我知道 现在这不需要我了 我还可以接受啦 我还欢迎在开 没有玩了 彩香擦干眼泪 笑着直指发跪 你真的 你真的是太大心了 白天咖啡厅 小欧把进货名细 输入电脑 大梅走过来坐下 哎呦 你出去干吗 我去新巴牙啦 她有工作啦 可以 哪里须还在开玩笑的时候 她怎么会跟班人去面 忙碌 我去备那个美国朋友啊 Tony啊 不是 Johnson 惊喜 她想要介紹印度的朋友給妳知道 那個朋友在印度拍過寶萊塢的歌舞片 她是導演嗎 道具 導助理 這樣變了 我跟胡須江進行得很好 現在正在寫E-mail 親愛的胡須江 謝謝你一天三封的E-mail 讓我非常的Happy 也非常的想念你 天天期待與你見面 大美探頭看小歐的電腦 幹嘛偷看人家寫信書 喝了 我在 大美開心地端著咖啡離開 小歐也很高興大美相信了 為什麼一個單身女子 總會得到那麼多關切 難道說在別人的眼中 單身就代表寂寞 孤獨 跟不完整嗎 如果有一天這些關切都不見了 是不是代表你已經沒希望了 曾赫齋發貴和彩香在佛桌前 我就要離開我們很好吃 到台中吃頭路了 你跟我家的工夫 還有做人的助理 我會把他放在心裡來 因為我不會把他放下去 比以來很好吃 如果還有需要 我在這裡酒餐 我一定會回來 這是一旦小黑店 外邊的錢 我沒需要 明明這不是我的 對 你比較需要 這是姊母 姊母會生很多很多錢 大美女 我的店都來看你 當然要 這是你的家 發貴拿著行李站在店門口 她不捨得看向珍賀齋的招牌 發貴上了計程車 彩香難過的低頭落淚 直到聽到關車門的聲音 彩香才抬頭 看見車子已經載著發貴離開了 她趕快走到路旁看 發貴打開車窗 回頭看彩香 彩香一直對發貴揮手 發貴露出笑容 夫妻 一哥在鳳梨田對鳳梨唱歌 走八 人盡時要哭咆幾丈 感謝 感謝憲長這麼多 聽眾朋友 觀眾朋友 給我姊哥的支持 雖然票價更高 但是我為方式 我一定很怕拼唱 唱給大家歡喜 愛的妹妹 娘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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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娘 走下計程車跑向一哥 怎麼啦 我在睡演唱會 你不懂了 我剛才做了 我還跟你說再見 什麼再見 你要去哪裡 我要你去這裡 去台中找阿孫做太陽餅 很好吃 他說要把很好吃收起來 一哥 老闆娘說要跟你做鬼 後半四人 一哥驚訝得睜大眼睛 一哥拿著鋤頭跳起舞來 還原地轉圈 發貴搭上計程車 從車窗看到一哥手舞足道的樣子 很替他開心 不過想起要離開真賀斋 彩香還有一哥 發貴還是感到不捨 晚上夜幕低垂 發貴在客運上睡著了 乘客陸續下車 司機走過來叫他 誒 先生 好緊身了 已經夠暫了 發貴迷迷糊糊睜開眼睛 你到台中了嗎 這是台北 蛤 我要去台中呢 咖啡廳 大美在收拾桌面 發貴走進來 請問一下 誰會在這裡 哪會是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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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會是一堆拔來找麻煩 不是你的錢 還有臉皮湯來了 發貴拿出信封袋放到桌上 你說的是在這裡 我剛才拿來行人 還有 這是要讓你 我在車頭買的 大美看了一眼半手裡 嫌棄地推開 一點點什麼 不用拿去 小偶人是不是不在家 對呀 他在無用 我對上 有什麼 有什麼 所以你媽媽自己叫了 他在要給你看看 前面還說什麼叫發貴 就是你 他說你這個人 傻傻傻傻 傻傻傻 有的特別的時代 傳言多少的事是不一樣 小偶當初其實是這樣說的 發貴那個人 很單純 話不多 對傳統漢餅很堅實 你不要當作你的狗人問多親 也不要像三人家這樣 大美把信封袋放到托盤上 代替小偶收下 接著端著托盤到櫃台 發貴不高興地看著大美走遠 說不出話來 畫面裡 一對年輕男女牽手出遊 兩人臉上掛著甜蜜的笑容 接著兩人面對面 女子將手搭在男子的肩膀上 男子抓著女子的手 輕輕摸著女子的下巴 這是手機裡的畫面 尚芸邊吃泡麵邊追韓劇 看得非常投入 男主角嘟起嘴巴 準備接吻 財香走進來 尚芸趕緊把韓劇關掉 妳知道嗎 妳知道嗎 對啦 我跟... 阿肌是... 嗯... 我都知道 男孩子本來過得很好 那妳進去 看得像我新人 爬得亂七八糟 對 真的把你面前 都沒有那麼多雞湘 怎樣 上云惊讶的张大嘴 彩香和上云一起打坐 上云闭眼守着呼吸 三 四 有打坐鬼人都知道 你越不想要有杂念 杂念的就像潮水一样 一波又一波地来 比起陶芸女源源不断的杂念 上云专业多了 她的杂念真的没多 只有一个 在上云的脑海里 发跪就像刚才的男主角 深情地看着他 手指勾着上云的下巴 两人准备接吻 现实中上云多着嘴唇 彩香疑惑地看着上云 上云醒过来 没想到再喝下去了啦 彩香嘴角一勾 心中有了个想法 白天 小欧拿着一个包包 走到背包客栈柜台 小姐 这是一个超帅的欧巴 不小心掉在我们咖啡中的 小姐一脸疑惑 突然她指着小欧身后的客人 啊 就她 小欧跑过去 用韩文说 欧巴不要走 欧巴欧是她 发柜回头 看见小欧非常惊喜 等我一下 小欧走回柜台 直问小姐 我说的是超帅的 我爸 太帅了 小姐怂怂肩 小欧无奈地点头 好吧 小欧拿着包包 走回发柜面前 你怎么会赖赖吧 你不是要跟警后甲 共存亡吗 没有啦 头跟她说 想要把她担守起来 她说想要 带她丢到一哥 做回过欧巴死人了 所以你觉得 你被警后甲丢包了 然后就把你的包丢了 这包不是我的啦 小欧又走回去柜台 放下包包 这不是她的 是一个超帅的欧巴 是韩国人 长得像副宝剑 小姐还是想不出来是谁 小欧再走回发柜面前 所以 一哥现在出头梯了 你 黑暗梯了 你来台北是要 我来台北是要找头路的 这里可是国际美食汇集的地方 你要拿什么帮 我当然是拿我的本书和帮 如果担不过我就 我靠我的歌声 你又担不过 你又担不过 我靠我的歌声 你会唱歌喔 我 唱啊 好啦 如果担不过我就用死命担了 不用担 反正都来了就当善心啊 我可以当你导游 对喔 发柜想起大美奖的话 就是你喔 他说你这个人 傻子傻子傻子 河南说我的对比的时代 你不要当做你的高情温戏 也不要像三千家那样的狗狗地 不用啦 我以后交给我自己 小欧拉住发柜 你不要假 你住在这里 百名就是来找我的 走啦 我带你去吃现在最夯的甜点 这样才能知己知彼 买战买神 白天真贺斋 彩香在柜台打开复文 一个走进来 把旅游简介放在桌上 看这个太贏了啦 看那个买战啊 欸 彩香 你看你家里有一条路线 咱们到前来 彩香看着简介 欸 像这个啦 巴黎岛 你看坐船啊 坐流浪啊 都不用走路也不累了 还有你看 它这个又有 小小的酒头 都会在顶头 可以做十八呢 钢香机哦 蛤 啊 啊 啊无 无 无可怨度啦 好 嘿 带你来着 Official 来《他们来吃那种会跳auf的附本》 跳步? 对阿 对阿 就是走过附本的杂傻米 你就 founding头上 燃一点 要稍微 其他的腹都会叮形 矩矩矩矩矩矩 哦 actsよ 优秀斩 exceeding 這位阿嬤 不然我們來去 來去Hawaii 說英文 謝謝 謝謝 我跳給你 你看 當然 什麼是Hawaii Hawaii就是英文背的意思 背來去Hawaii 幻想畫面 海邊 伊哥和彩香在沙灘上跳草群舞 海香穿著草群對伊哥送飛吻 伊哥穿著夏威夷花襯衫 脖子上掛著花圈 兩個人跳得很開心 回到現在 阿嬤 身上這個摩打就這樣 動動動動 要把她吊高你 伊哥快速扭動臀部 結果閃到腰 老婆 你動了你瘋了 你動了你 我就知道 你對我最好 一哥想摸彩箱的手被拍掉 歪歪歪歪 不要說那樣 我就不想聽這句 還有 你回去 你不要再來我家 我現在一個人大年 你這樣出出離離出離離出離離 出眉賊賣還她的眼睛 就是怕出眉頭要大家說眼睛 不只叫你出國 沒有人知道就沒有人說你會上眼睛 那就是要有一個人批在出國就對了 天啊 彩箱想到一個很適合的人 一哥 沒有這樣啦 你又去找一些廚藝 看那些賣地團的 賣地團 那蜜月裡 兩人世界 滴滴滴滴 兩人世界 滴滴滴滴 滴滴滴滴 好 我又來這裡煮了 感謝你 我現在就來去找路人家 來 好 一哥扶著腰開心地離開 彩箱也很高興 一哥走了之後 彩箱又拿起壓在旅遊簡介下的附文看 心中很感慨 她把附文合起來 白天 小歐帶發貴去法式甜點店 你看看這些馬卡羅 好 紫綿的粉紅 明亮的紅綠 夜幕低垂的丸子 用色華麗又這麼小巧可愛 就像一顆顆珠寶 光用眼睛看就是超級華麗的享受 夢中 小懶命 瓶 瓶 瓶 這不就瓶瓶 瓶瓶 瓶瓶 瓶瓶是一種台式糕點 超過六十年一上的禮宿 因為色格跟馬卡龍修行 我們都叫它 台式馬卡龍 是 你知道法國人叫這叫什麼嗎 少女的生修 一幅少女的油畫 胸前放了一顆馬卡龍 他們女人是聽到法國就軟腳了 要感恩花一包牛肉的錢 去買這麼小粒 過減醉的法國麵 很高興 欸 輸胸欸 買兩粒再走啊 小歐看著店員 不好意思喔 你們的點心超棒 意大利甜點店 Kanoli 意思原為小館子 是來自義大利西西里島的著名甜點 相傳是在阿拉伯人統治西西里島期間 所發明的點心 西西里島 義大利黑社會 法國不以為然地看著桌上的甜點 這也沒什麼 這就跟我們中原普渡在擺 全身兵殺了一模一樣 你把它看 看那個 做到這樣 味道滴滴滴 那都流出來了 法國嫌棄地喝了一口飲料 喂 你有沒有看過教父 幻想畫面 郊外的路邊 小歐戴著紳士帽 穿著風衣 在車邊的發櫃 剛剛射殺了車裡的彩箱 發櫃清空彈殼 小歐走向車子確認 Lift the gun Take the cannoli 啊 留下槍帶走 cannoli 是 發櫃彎彎 探進後座窗戶 從椅墊上 拿了一個小盒子給小歐 裡面裝著三個甜點 cannoli 回到現在 你就知道這有多好吃 我沒有看電影 發櫃表情無辜地低著頭 小歐深深了一口氣 拿它沒轍 接著 小歐帶發櫃到日式點心店 快點啦 兩人坐在店裡 店員將四種和果子和餐具 整齊地排在兩人面前 謝謝 小歐對店員彎腰鞠躬 接著插起一小塊淺黃色的和果子 閉上眼睛品嘗 櫻花在小歐身後綻放 我看到 瞬間的櫻花裡面 發鬼一臉疑惑 小歐又插了一口綠色的和果子 放進嘴裡 小歐幻佛置身樹林 夏天明明 小歐又插了一口棕色的和果子 放進嘴裡 小歐幻想撫摸著紅色的楓葉 我看到秋天滿山的楓紅 發鬼困惑地看著小歐 小歐沉醉在幻想的世界中 滿臉幸福的笑容 小歐插了一口白色的和果子 謝謝 小歐沉醉 那雪裡的梅花 這裡面是紅刀 還是跟我們台灣的紅骨粿一樣 小歐冷眼看著發鬼 啊 它是給我們台灣的鳳片糕 鳳片糕 是用煮米粉加糖做成的 外形跟紅骨粿差不多 特別是它可以放一塊月半都不錯 口減和煮米也都不會賣 所以人們都說鳳片糕是新年最愛 要用視覺 味覺還有嗅覺 去感受這道點心 每一個點心就是一道風景 你穿那種漢明怎麼比得上啊 這一次齁你就乖乖認輸吧 我來感受一下 發鬼拿叉子切合果子 感受 有 我等你幫你切吧 小歐氣到翻白眼 Baby Baby 帶支你 是他 I'm not m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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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天彩香去找尚女 做我你說我坐月是都不會水到 喝茶喝茶 喝啦 好啦 你真的不是說你沒想到我這樣過下去 好 唉唷 你要有什麼煩惱啦 什麼人工作做久了 都不會完蛋幾久了 而且我做一堆的 就是最重要的孤單 那如果是可以 有時候不要孤單呢 什麼意思 就是我告訴你一個人 讓你跟他做會出國 都沒有人知道 還不用你啦 無神個人還能做這種事情 那是什麼啊 我們生活變的人 就很久了 我也是知道嗎 有喔 不過你年會差有多人 不差啦 你笑得這樣 可愛可愛 不料有人面嗎 那說他是就是說 看見好可愛又有人面 喔 你差很多了 少雲幻想發跪 打開門走進他的住處 帥氣地呼喚他 阿婚啊 少雲回過神來 害羞竊笑 那不不不不不 não 我會讓你啦 我不會讓你想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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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想想啦 唉唷 你不用想啦 什麼都不用說啦 你好 你叫這樣 聽起的頭我就來安排啦 不過人家不像我們兩個差太多 哪會啦 可以跟你這樣順座做會嗎 那他賺到耶 你一定很好的啦 好不啦 去年少了 你這麼堅持 啊不 尚芸用力點頭 小歐跟發貴到另一家餐廳 我要一個可可烏龍捲 可可烏龍捲 還有一個霸式蘋果湯 霸式蘋果湯 這樣就好了嗎 先這樣 好 謝謝 謝謝 服務生點完餐後離開 你給我幾條 我剛才看外面有那個蔥油餅 沒辦法吃那個好了 閉嘴啦 這間是很高檔的餐廳 平常我自己都捨不得來 就是為了要讓你試吃最好的啊 希望你有一天喔 也可以做出最好 餐廳另一側 嘉純叫住服務生 那個誰 服務生走到嘉純和貴婦朋友的桌邊 請問你們餐廳啊有沒有那種 乾淨的桌布啊 請問是要 你知道這椅子有多少人坐過嗎 是 那你知道這個包多少錢嗎 這可是你一年 喔 是兩年的薪水 是 那你要我放在這個椅子上啊 服務生尷尬地點點頭 馬上來 嘉純和貴婦朋友嘲笑服務生 這裡有什麼好吃的啊 這裡的中式精緻點心還不錯 一定要嚐嚐看 如果是那種台式的古早味漢餅 我就不吃了 我在婆家的餅已經吃得有夠膩了 你婆家會做餅 是哪一家名店 啊 不說了 好丟臉了 說啦 說啦 不就是那一種開在鄉下地方的 土布垃圾的餅舖 這幾十年來都沒長進 竟是做那種老掉牙的東西 就是那種咬一口有沒有 就胖三公斤 還吃了滿地吊雜的東西 哎呦 你都沒看過我婆婆 我婆婆真的很胖 有多胖 就很像是電視上那個什麼 什麼什麼心靈的有沒有 演戲得獎的那個喔 不是唱歌那個喔 有夠胖 有夠胖 真是有夠煩惱的 每次過節啊 都送來一大堆餅 都不好意思說 送人啊 都覺得丟臉 後來啊 我都讓我老公 丟廚餘餵豬去了 好可憐的豬 不要可憐到我們就好了 發貴和小歐都聽見了 那什麼意思啊 那不是很好吃的片子 把你們搶得很 你們有什麼事嗎 你怎麼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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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歐把發貴推倒在椅子上 家純站起來看 你們 小歐看見家純 鬆手讓發貴站起來 你們是那個那個 你朋友嗎 不是 他怎麼可能是我朋友 一個啊 是我說的那個餅店的師父 一個是 小歐和發貴瞪著家純 你們兩個怎麼會在一起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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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上來不找大哥二哥三哥 你上來不找大哥二哥三哥 找五弟的老婆四個驚驚驚的 這也太離奇了吧 小歐和發貴有點尷尬 小慧 歐 歐 歐慧 小歐 我說你啊 我上次看到你 覺得你還挺有意思的 今天看到你跟 小歐和發貴熊找貨 你跟他們家人還真相 太可惜了 什麼底下的人 走吧我們 當然 家純回頭 看見小歐和發貴對看一眼 歐慧 歐慧 真有默契喔 我跟你說喔 你是屬家的媳婦啦 說話就要知道媳婦 麻煩你尊重情好夾 尊重所感 尊重你自己 我人生的悲哀 就是踏進情好夾的 這個家門開始 聽說他要倒了 我拍手都來不及了 情好夾沒倒了啦 他只是 只是 不… 不… 不過怎麼 他的英文外地的我心不中 你以為你是文青嗎 我怎麼說 那家餅店喔 是… 無限期深造 我是會歐 是小歐 而且你剛說的是歐慧 我說的是會歐 是歐慧 會歐 歐慧 歐慧 好所以現在到底叫會歐還是歐慧 歐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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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我就是歐 OK F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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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弟妹 這樣可以了嗎 我就跟你說 秉中啊 那幾個弟弟就是我阿信可以 你不要讓人家走了 連他一點面子都不顧 這樣啊 真的太難看了 什麼叫難看 你老公喔 在網路上面裝翻身 騙嫩妹 那才叫難看 嘉純的朋友驚訝地捂住嘴巴 嘉純一臉震驚 什麼 你沒聽清楚啊 那我再說大聲一點好了 你老公喔 在網路上面裝單身騙嫩妹 喔 在外面有動說他沒結婚耶 那才叫難看吧 嘉純呆站在原地 整個餐廳的人都看向他們 本影片視障口述影像版 由新建宗電影製作有限公司製作 生鏡有限公司錄音 撰稿正話玉 神稿康琼文新建宗 配音員汪世偉 主要演員 婆婆彩香中心靈飾演 小歐黃沛佳飾演 發貴張書偉飾演 秉愛蘇燕沛飾演 一哥許潔輝飾演 尚雲張可雲飾演 大媳婦嘉純劉品妍飾演 大美林妍玉飾演 主要工作人員 監製徐秋華 督導蘇義雄 製作人陳慧玲 林玉清 執行製作人黃思問 製作協調徐青雲 編劇統籌溫怡 導演鄧安寧 下集預告 小歐和發貴吃飯時喝醉了 把發貴帶回阿信的公寓 才想想搓和一哥跟上 反倒被他們惹得吃醋 小歐引見發貴到咖啡廳當甜點師 大美很不看好 對 很好吃做豆子 你再加吃過來 豆腐 凱香看著餐妮節目 回答得很明暢 公共電視台製作